Hello,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爱之的频道,我是爱芙琳 新的一年又要到来啦 踮起你的脚尖,舞动你的指尖 勾一只小兔子 愿你像他一样快快乐乐蹦蹦跳跳 爱芙琳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红兔大展哦 我所使用的线材 在兔子的部分使用到了四股牛奶棉 白色或者是米色 另外用了一小段的粉红色来秀他的表情 而小兔子的衣服使用到了四股牛奶棉的红色 边缘使用了闪金色的幻彩空心纱 另外准备了填充棉 还有5毫米的塑料眼睛一对 工具上使用了2.5的勾针 红针,七号扣,剪刀,以及接着剂 还有红色色铅笔 而小兔子的成品完成尺寸 高是13公分,宽7公分 我们从小兔子的头部开始 左手绕线,缓起 缓起之后锁一针 作为一个起立针不算针数 接着勾置8个短针 短针使用的是十字短针 也就是勾针由上而下带出线来勾置短针 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 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 接着剩下的七个短针 勾置玩偶时 我们会很常用到缓起圈勾的方式 来勾置出平面的圆 或者是球体 圆柱体 或者是圆锥体 第一圈的帧数越多 它就会成为一个平面 通常是8帧 而第一圈的帧数越少 就会让它渐渐趋向圆锥 之后再透过加减针 来塑造部件的形状 第一圈的8个短针结束 收紧中间的线圈 接着在第一个短针上引拔 将头尾相连 我们可以将最后的这个引拔针 拉紧一点 以避免它跟两旁的针目混淆 减少引拔的痕迹 接着第二圈 同样一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 之后在每个针目里都增加一针 也就是每个针目里 勾置两个短针 我仍然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 之后继续在每个针目里勾置两个短针 这一圈增加了8针 最后会完成16个针目 第二圈结束 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 将头尾相连 一样将这个引拔针收紧 接着第三圈 同样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不算针数 之后以两个针目为一组 第一个针目勾置一个短针 而第二个针目勾置两个短针 这样是一组中括号的内容 中括号的内容总共勾置8次 完成第三圈 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文字解来拓展这个织片 在第六圈中 蓝色的字就是连续四个针目都勾了两个短针 这里就是兔子的脸颊部分 让兔子的脸颊有凸凸的效果 而第七圈到第九圈不做针数上的变动 而第十圈对应第七圈加针的地方 做相对应的并针 这样脸颊的凸起效果更为明显 也将总针目数调回成8的倍数 第十圈 连续12个短针之后 接下来连续4个短针的并针 我的并针方式是 一次调起两个针目的前半针 也就是针目上靠近我们的那个线圈 接着合并勾置一个短针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并针 这里有连续4个并针的针目 这里并针的地方 是对应第六圈连续4次加针的地方 这里也就是脸颊凸起的部分 我们继续按纹字节往下钩织 我钩完第十五圈 也就是在织物完全收口之前 先填入填充棉 我们可以利用钩针 将这两个凸起的脸颊 再撑得明显一点 我们可以利用左手的拇指 按住填充棉 以避免钩针在带线时 也带出了填充棉 之后再继续勾置剩下的圈束 第十七圈钩织结束 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 之后就可以断线 购置结束之后 这里的洞口还有一点大 我们可以将锁留的线段 利用缝针 依序穿进最后一圈针目的前半针 再这样收紧这个缺口 最后再藏好线头 这样头部就完成啦 接着是身体 我们一样是利用缓起的方式 只是第一圈起六个短针 起针的针数比头部少两针 之后按规律在每圈加针时 这个圆就不会拓展得太快 而变成平面 而是慢慢的变成弧形 形成球状 如果之前勾置头部时 你已经掌握了加针 以及并针的技巧 还有每圈起时 以及结尾时 应注意的事项 那么之后我们可以依照文字解 来完成身体 蓝色字部分加针的地方 是身体下方 为了让身体下方的两侧 变得比较宽 所以在这些地方做了加针 而第十圈也在相对应的针目 做并针 将总针目维持在六的倍数 我们勾置到第十四圈 身体的支片不做收口 第十四圈勾置结束 断线 留大概3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 接着填入填充棉 将兔子的身体就完成啦 接着是兔子的耳朵 一样缓起六个短针 支片的拓展只要到第二圈 接着第三圈到第八圈 不做针数上的变动 而第九圈做了四次并针 第十圈勾置结束 65公分的长线在断线 勾置两个相同的耳朵 接着是他的四肢 缓起六个短针 第二圈增加三针 之后不做针数上的变动 往上勾成圆柱体 而到第七圈的时候 我们只要勾四个短针就好 这样就形成一个斜向的开口 第七圈四个短针结束 引拔断线 65公分的长线做缝合 我们为它填入一点填充棉 不需要太饱满 制作四个一样的四肢 接着是他的小尾巴 我用毛线制作一个小绒球 来当做他的小尾巴 用毛线在手指头上绕线 大概绕十几圈 接着取一个线段 在中心打结 我们将这些线圈剪开 再利用缝针将毛线分骨 让它看起来更蓬松 最后再用剪刀 修一下这个绒球 让它更圆 这样他的尾巴就完成啦 接着我们将小兔子的所有零件 做缝合 我们将头部的最后一圈 置于上方 将有引拔的痕迹当作是背面 并且对准身体的引拔痕迹 我们让身体的开口 对准头部的第三圈与第四圈之间 将它们缝合起来 缝合结束打个结并藏好线头 我们将耳朵有引拔痕迹的位置置于侧方 并且将耳朵压扁 并且将耳朵缝合在头顶 我让他的耳朵稍微往右偏 所有的缝合结束都打个结并藏好线头 接着是小兔子的上肢 将他的开口贴在身体的侧边 在身体的第十一圈与第十三圈之间缝合 而他的脚则是朝着身体前方 缝合于身体的底部 缝合在第一圈到第三圈之间 最后是他的尾巴 利用绒球所留下来的线段 让他绑在后方 接着为他黏上眼睛 位置大概是头部的第九圈 两眼之间相隔五个帧目 而在眼睛中间的三个帧目 为他绣上鼻子 最后用红色的色铅笔 为他涂上耳朵的内侧以及腮红 这样这个小兔子就完成啦 我为他做了一件具有新年气息的衣服 用红色的毛线索边起针 基础行先起二十九个锁针 之后第一行 在每个针目上勾置一个长针 我先勾一个带有锁针作为起立的短针 再一个锁针 接着回到短针上 调起他的两条线再勾置一个短针 作为一个长针的起立针 这个起立针算是一针 接着剩下的二十八个长针 这边是衣服的领口部分 第一行结束 翻面 直接将勾针穿进第一个针目里 带出线来勾置一个短针 加一个锁针 再调起短针的两条线勾置一个短针 作为第二行的第一个长针 第一个针目里勾置两个长针 这是第二个长针 之后我们按照文字解勾置 在第三行有空五针的地方 就是他的袖口 而加针的地方 会让这件小衣服的下摆变得比较宽 第三行勾置五个锁针之后 跳过五针 再下一针继续勾置长针 这样就是一个袖口 第三行会做出两个袖口 而在勾置第四行时 直接将勾针穿进锁针空间里 勾置长针 每个锁针空间里有五个长针 我们按文字解勾置完之后 将领口置于上方 接着我用金色的空心纱 先沿着领口的边缘勾置引拔针 领口勾置引拔针之后 继续沿着门巾以及衣摆 勾置短针 门巾的地方是长针的侧边 每个长针会占据两个短针 在衣服下白的转角 勾置三个短针 沿边勾置短针结束 最后断线 留大概15公分的长线 我们可以先利用锁流的长线 处理一下头尾相接的部分 长线要记得继续留下来 用来缝合门巾 接着是袖口 在第二行被跳过的那五个针目上 各勾置一个短针 引线之后勾置一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接着勾置短针 两边的袖口都勾置五个短针 绣口勾置结束引拔断线 藏好线头 我们为小兔子穿上这件洗气的衣服之后 利用锁流的长线将门巾缝合 缝合结束打个结并藏好线头 这样这个洗气的小兔子就完成啦 再做一只他的伙伴吧 让他们成双成对 好运加倍 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红兔大展 拜拜